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讲师Majina 这节课继续为大家介绍Git 上节课已经为大家介绍的Git服务器的搭建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自己的代码托管到GitHub 而去使用自己的Git服务器 在上节课的结尾,也给大家提过 我们每次更新或者提交代码的时候 都会遇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问题 那么是否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不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让服务器记住我这台电脑 只要是我这台电脑提交的 它就会认为是用我Git的账号提交的 对于这个问题,Git是有相应的解决办法的 Git的这种解决办法,它不仅适用于GitHub平台 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搭建的Git服务器 我们先进入Git的网站 随便进入一个分支 在这个分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路径 它是可以选的 我们可以选择关联https的方式 也可以选择关联ssh的方式 对于这两个孰优孰虐 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相应的论坛 看别人是如何评价这两个方式 对我来讲,无论我们是使用https的方式 还是使用ssh的方式 对于Git的使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使用ssh 因为使用这种方式 为缅密登录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案 而https是一个加密协议 它也有自己相应的解决方案 这几个我们不去介绍https这种方式 因为对于Mac系统而言 如果我们在GitHub平台里面 使用https的方式 当我们第一次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之后 那么系统就会默认的 为我们记住用户名和密码 这种方式不叫缅密登录 只能叫做系统为我们记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当我们第二次再提交的时候 系统帮我们自动填充用户名和密码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web上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 浏览器会询问我们 是否需要记录用户名和密码 和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比如我们进入testA这个目录里面 进入index.html 我们随便在里面修改一行代码 我们在这里添加一行空行 添加好之后我们通过 这里的话 因为textA是通过 ssh的方式关联的远程 所以我们换一个 大家可以通过 getremote-v的命令来查看 它是关联的这条路径 我们进入testB 我们同样的指引getremote-v 可以看到它是关联的httbs的方式 我们进入index.html 然后在里面添加一行空行 然后再通过getci-am的方式 去提交这个修改 好 提交好之后 我们通过get push的方式 推送到远程 在推送远程之前 由于我之前已经输入了账户名和密码 假如我这是一台新的电脑 或者说我第一次使用gethub 那么我们该如何使用 如果是Mac用户的话 大家可以在keychain里面 将gethub保存的用户名和密码给删掉 好 当我们删掉之后 我们将这个分支推送到远程的must分支 这个时候 它就需要我们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因为gethub必须知道 你这次的推送是哪个用户推送的 好 我们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可以看到 推送成功了 好 我们再回到keychain里面 可以看到 用户名和密码又被它记住了 我再给大家验证一遍 好 我们再进入index.html 然后 我在里面再加一行空行 再提交这次修改 然后我再把它推送到远程 它是不会让我们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 可以看到 的确没有让我们输 直接就推送了 这是因为系统为我们记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次输入 如果我们是使用了ssh的方式 关联的远程 也就是使用了这种方式 或者说我们git使用的是自己的服务器 而自己的服务器也是通过关联ssh的方式 好 下面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ssh的方式的绵密的路 涉及到ssh绵密的路的话 我们首先要生成一对蜜月 生成蜜月的前提是 我们安装的openssl的工具 如果是Mac或者Linux系统 一般它都会自带安装 如果是Windows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官网里面去下载openssl的工具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生成的蜜月 都会在当前用户下的 .ssh的文件夹里面 我们通过ls是查不到的 我们需要通过ls-al的mini来查看 可以看到.ssh的文件夹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进入.ssh的文件夹 然后查看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我先将之前生成的一对蜜月给删掉 我们可以通过openssl的命令 直接执行 这里它需要我们输入要保存的文件 这里的话我们给它取名叫做github 然后需要输入一个密码 我们可以不指定 确认密码也不指定 好 这个时候它就为我们生成了一个以rsa加密的公约和试约 我们可以看到github 这个是私约 github.public 这个是公约 当生成好之后 我们这个并没有做完 还需要通过ssh的add命令 添加到当前目录下 而这个名字就叫做github 在添加这个蜜月之前 我们先改变一下texta里面的远程路径 我们再开一个笑窗口 进到桌面 我们进入texta 我们通过github.b的命令来查看 这个时候它的远程链接是ssh的链接 而我们之前textb里面 所对应的是htvs的链接地址 好 现在我将textb里面的远程给改掉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命令 GateRemote用remote的命令去移除它的origin 移除之后我们再添加一条 GateRemoteAdd 添加一条远程链接叫做origin 链接地址是ssh对应的地址 好执行 然后我们再来查看textb的远程 现在也变成了ssh的方式 如果我现在直接提交代码 我们还是像前面一样 再修改一下index.html 然后再通过get的命令提交 提交之后再通过get push的命令 到origin里面的must分支执行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先将gethub上面的公约给删掉 我们可以通过settings设置进来 找到ssh的这个菜单 然后删除里面上款的公约 好这个时候没有了 我们继续重复之前的操作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将这些空格全部都去掉 然后保存 添加到分支 复习到远程 可以看到复习远程的时候 它直接不允许做我的公约错误 前面我们认证好的公约和私约之后 我们还要做的就是把公约上传到gethub的后台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公约不是私约 好当我们认证好公约和私约之后 我们先打开公约 然后将公约复制下来 到gethub的后台 在ssh的蜜月下面添加一个新的蜜月 这个蜜月的话大家可以随便取名字 只是便于大家记住这个蜜月是干嘛的 然后我们将key复制进来 点击添加 好这个时候公约就被我们添加上来了 添加上来之后 我们还需要通过ssh的命令 去交验一下 去访问get用户 域名是gethub.com 可以看到当它提示成功之后 就代表刚才上传的公约生效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公约是从来没有被用到 当我们刷新这个地址之后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公约已经被使用了 也就是刚才我们执行这条命令 这个时候我们本地生成的蜜月 就和gethub服务器上面上传的关联起来了 我们这个时候再去修改index.html 这里可以不用修改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修改了 只是不让我们push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push到远程 可以看到push成功了 没有任何错误和警告 也就是说当我们配置好之后 后面我们不管怎么去push 它都会以我这个gethub的账号的名义去push 我们采用ssh的方式去关联远程 这样我们可以达到真正的缅密登录 在这台机器所做的任何操作 都相当于是我这个账号提交的操作 好 对于gethub缅密登录这一块 就介绍到这里 gethub的ssh方式的缅密登录 是这样一个原理 我们弄懂了这样一个原理之后 在我们自己搭建的gethub的服务器上面 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缅密登录 好 关于自己服务器上面的缅密登录的细节 我们下几课再详细去介绍 好 这几课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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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预备